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大之国家之强盛 社会之相和 小之个人生活之幸福 事业之兴旺 身体之健康 均有赖和谐的家庭为基础 然而家怎样才能合理 古往今来多少人回之迷茫 为之烦恼痛苦一生 二十世纪初期 在中国东北 一位目不时钉的贫困民 目睹家道不兴人伦丧失 始风日下 无法翻转世界重立人根的大院 一生率先锤帆身体力行 唱版女子异学七版女所 四处宣讲家道伦常 行道却是跨人无数 其家庭伦常之道 严谨易改抓根治本 切合实际行之有效 更能由家道进而鸣雇人生大道 法前人所未发 堪称大智大慧 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王凤怡先生 一百年后的今天 同样为了挽救世道的人心 建立爱心家庭构建和谐社会 王凤怡先生的曾孙宁 王源鲁教授 顶成祖志一训 不顾花甲之年 风尘徒徒 不此劳苦 长年奔走四方 以其深厚的学识底蕴 与过人的道德修为 弘扬王凤怡先生的家庭 轮常之道 足迹遍及海内外 所到之处 均引起热烈反响 不少痛苦烦恼的人们 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馨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白了人生的方向 本篇记录的是王源鲁教授 于2007年元月 在广西南宁市 做的一次家庭伦理道德专题讲座 王教授全面系统的阐述了 王凤怡先生的家庭伦常之道 内容丰富 引入甚 发人深思 听者无故深感受认 特别是在家庭问题层出不穷 以及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意义尤为深入 我是王凤怡的曾孙女 叫王源武 我跟人幻法师 已经出来将近三个月了 就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 那么今天我在南宁图书馆 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 那么这个伦理道德 是我们人生 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 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好 做到本位 这就有点不容易了 那么我们究竟什么是本位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都有一个年龄段 这个年龄段 它有不同的称呼 比如我们小的时候 叫我们小姑娘 叫小小子 再长大叫大姑娘 大小伙子 到我们结婚的时候 女人则叫媳妇 男人则叫丈夫 再老了 就叫老太婆 老头子 这是我们人生的经历 必然规律 那么这个规律 我们自己是如何走过的 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那么王凤怡老先生 在清末民初的时候 他讲伦理道德 就把我们的人 按层次划分 各行各道 各正本位 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 姑娘 有姑娘到 媳妇 有媳妇到 老太太 有老太太到 儿子 儿子 有儿子到 丈夫 有丈夫到 老头 有老爷子到 我们每一位 我们每一位 都应该 按道而行 如果我们走错了 就会出现问题 甚至影响到 我们的生命 那么如何是按道而行 那么如何是按道而行呢 就像在路上行车 各行极大 左转弯 右转弯 直行 要分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分得不清 车与车之间 就会出现交通事故 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运行 甚至于车辆的堵塞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不按道而行 家庭矛盾 就会产生 同样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 我们必须按道而行 各行其道 各正本位 我们每一位 都应该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 当中 做好自己 所应该做的事 行好自己 所应该行的路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事业 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比如说 我们在年龄小的时候 正是小数 要茁壮成长 要扎根 要长得粗壮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学习 长身体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年龄段 学的知识 扎实 我们的身体 能够很好的成长 这是生发的季节 那么在这个生发的季节 我们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 学到了 学到了 英学的知识 身体 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我们才能为下一步 打好基础 如果我们在 二十几岁以前 没有得到这些 那我们的身体 在你到应该发展的过程当中 因为身体的影响 可能就得不到发展 我们也没有学到足够的知识 也没有学到应有的意义 那我们如何为社会和人类 去做贡献 去发挥我们的技能 所以因为年轻的时候 该学习的时候 没学好 到你该发挥的时候 你同样也没有用 那么我们就应该在 每一个阶段当中 做好我们所应该做的事 小的时候 一定要学好本事 将来大了 该我们去发展建设社会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施展 才能报效祖国 和养育我们的父母 否则的话 我们的事业 很难成交 所以 古人说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过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顺 每一个人都应该 有每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在做什么 应该很清楚 如果我们在这个该做的阶段 没有做好 就会影响到 下一个阶段的 巴挥和收获 所以古人说 春不种 夏不长 秋不收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那我们人 就是在 年轻和小的时候 是播种 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那么我们到大了 大学毕业以后 是你发挥 成长 的过程 我们到六十岁以后 是我们收获的季节 收获了 就该把自己 一样天年 那么这每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如何做 王鹏仪老先生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说 姑娘有姑娘到 那么我现在就按照 王鹏仪老先生说的 先从姑娘做起 讲起 王鹏仪老先生说 姑娘是世界的源头 是其家之本 倾国之源 那么王鹏仪老先生 他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回想我们自己 是不是母亲生的 所有的人 都是母亲生的 所以说是 伟大的母亲 大地的母亲 那么这个母亲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对于我们的下一代 他对于我们的下一代 有孕育 养育 补育 教育 然后我们才能成才 母亲又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每一个孩子 都会在母亲的 母腹中 生长十个月 那么母亲的 所有的心态 都会影响到孩子 对于孩子的思维 行为 行为 身体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说母亲 是重要的 是伟大的 王鹏仪老先生说 女人是世界的源头 其家之本 倾国之源 所以社会要好 家庭要好 必须女人 从做姑娘的时候 就要做好 所以他说 姑娘性如棉 要柔和 那么为什么说 姑娘要性如棉 那么他说 姑娘像棉花一样 既洁白又温暖 又平等待人 没有分别心 如果我们做姑娘的时候 没有做好这一点 当我们将来长大了 做媳妇的时候 因为根没有扎好 媳妇也就做不好 因为媳妇是个姑娘的来源 那么我们作为姑娘 什么叫性如棉 什么叫性如棉 棉花 既温暖又洁白 又有她自己独到的一套理论 所以 过去就讲 姑娘应该 结身如玉 像棉花一样 结白 但是棉花 拍之如饼 我们自己盖的被子 是扁的 绑之如线 又细又长 颜绵不断 所以 从姑娘做起 做好了 说女人的力量 是持久 和忍耐 男人没有 男人只有爆发力 所以我们做姑娘的时候 就要一定要把自己 爱自己 性子还要很好 很柔和 柔和是水 所以 王鹏仪老先生说 姑娘要性如棉 一定不要 东北话叫 真扎活了 那么这句话 可能南方应该说是 火爆 所以从做姑娘的时候 就要明白自己的责任 将来我的责任很大 是堂堂的国民之母 为什么这样讲 每一个女人 都是未来的母亲 所有的人都是母亲生的 所以女人是国民之母 国民之母 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 王鹏仪老先生说 女人 是其家之本 亲国之源 那么 那么作为女人 生的孩子 好与坏 都和我们的心性 紧密相关 圣贤 也是母亲生的 做坏事的人 同样也是母亲生的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 要学孔子的母亲 要学孟母三天 要学岳飞的母亲 金钟报国 所有这些圣贤 大德 都是母亲生的 但是危害社会的人 也是母亲生的 作为女人 我要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全由自己决定 所以 做姑娘的时候 就一定要 做好自己 醒如眠 要柔和 要洁身如玉 爱自己 如果我们在做姑娘的时候 没有做明白 不知道爱自己 以后的生活 会很可怕 那么现在的社会 好像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很大的差异 究竟差异在哪里 现在说改革开放 要自由 所以 所以现在很多的母亲的孩子 会很麻烦 因为什么 就因为在做姑娘的时候 就没有做好 没有做明白 前几天 我跟师父去香港 在香港 我们看完了以后 觉得心里很不愉快 很沉重 那些女孩子 那些女孩子 雕个烟卷 在大街上 上学的学生 女孩子都雕一颗烟卷 在路上走 真的我们看了以后 很无奈 如果作为姑娘的时候 很小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将来她如何做母亲呢 而且我在香港 看到的女孩子抽烟 比男孩子还多 那就是因为开放嘛 而且我们看到的残疾人 比我们大陆还多 坐轮椅 瘸腿 生的那个孩子 带出来走在路上 歪七扭八 呆呆傻傻 太多太多了 早上起来 我跟师父出去 还有一个朋友 一块出去 因为香港起得都很晚 我们起得很早 在街上几乎百分之十的老人 腿有问题 坐轮椅 主拐杖 驼背 看得真的 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说社会的进步 仍然需要道德 因为道 是规范我们人的行为 所以王柏怡老先生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 女人 应该如何做 所以他把女子一学 从姑娘的时候 就要规范 她的行为 她的思维 将来好为 人类留下好的人根 所以他说 姑娘是世界的源头 姑娘好 社会才能好 世界才能好 所以他就办了七百多所 女子一学 让女人明白 明理 因为她是未来的母亲 所以他让女人明理 他说女人明理 将来生的孩子 赛神童 如果女人不明理 生的孩子都是糊涂虫 可是现在有很多大学毕业 研究生毕业 生的孩子也是糊涂虫 为什么 因为没有把做人的道学好 学的只是一些知识 学的都是礼 和术 而没有道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博士 博士后 生的孩子 很可怜 所以王冯仪老先生就叫 讲这个伦理道德 从姑娘做起 正本清源 他说姑娘是世界的源头 如果 大江大河的源头水 不清 流到下面 仍然是灼水 如果源头水清 河流自然是清水 所以他说 姑娘是世界的源头 要从姑娘抓起 改变是风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女士 要知道自己的责任的重大 要知道自己是伟大的母亲 未来的国民之母 要在年轻的时候 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行为 为将来 留下好的人根 而去做努力 不要为世风刮倒 要像联傲一样 出污泥而不染 这样的话 将来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都会是最幸福的 最好的孩子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好 我们的孩子的身体 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汕头 母亲带来的孩子 脑瘫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哎呀 二十几岁的母亲带来的孩子 是这么可怕 那么问其他的母亲 都是恨怨父母和公婆而得 所以恨怨 会直接影响到 孩子的发育 你生了这么一个孩子怎么办 医院没有办法解决 先天打来 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有一个年轻的母亲 她的孩子 到九个月以后 忽然抽搐 变成脑瘫 现在三岁多 连咽 吃奶往下咽的力量都没有 去医院看 说是先天 发育不好 没有办法医治 如果这位母亲 今天在这里坐着 我来告诉你 你要很好的回忆 你从结婚到怀孕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与你的家公家婆 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 怨恨 导致你的孩子成了这种结果 希望你能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 因为王沐怡老先生说 十二岁以前孩子的问题 都在母亲身上 是你的所作所为 和隐私造成的 希望你 希望你 很好的回忆 去悔过 去给你的家公家婆 或者是你的父母 赔礼道歉 忏悔自己所做错的事 佛教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王沐怡老先生说 弥天大罪 一悔便消 但是你在悔过的时候 希望你用真心真意 只有这样 才能救你 因为是你的 不良的思想 不良的心态 给孩子带来的结果 所以医生会告诉我们 是先天 先天没法治 但是你真心忏悔了 两种可能 一种是它好起来 一种是因为你明白了你的缺点 它会离你而去 所以忏悔 是改变我们人类 人生的 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不管佛教说忏悔 天主教也要忏悔 他要到牧师那里去忏悔 忏悔的力量很大 知错必改 改了就是好人 如果我们的深犯法 国家有监狱 那是管我们人生 但是他管不了思维 那么我们讲的忏悔 是用思维的方式 改变自己心态 所以我希望 做姑娘没有做好的 忏悔自己的缺点 改过向善 从心做人 我们的行为 都会在我们的身体上 留下烙印 如果没有伤及自己 肯定伤及到你的儿孙 我们为了自己的下一代 为了人类社会 留下好的人根 母亲 要检点自己 检点自己的行为 不要给自己 造成终身遗憾和痛苦 也不要给社会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做姑娘 就要明白这一点 基础打好了 我们再往后 做媳妇 做老太太 就都更明白 更清楚了 所以王鹏宝宜老先生说 女人是其家之本 亲国之缘 亲国之缘 要从女人自身亲戚 管好自己 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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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父母 爱社会 爱人类 如果我们自己不爱自己 真的没有人爱你 男女在一块 只是动物的本能 现在很多的小孩子 我们这次是在哪 在中山 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 她母亲说 她不好好念书 她说她也不愿意念 一开始的时候 她还很厉害 念书没有意思 然后半天 最后我就偷偷地问她一句 你有男同学吗 你今年上高级啊 高二 她就把头低下 我就告诉她 女孩子要尊重自己 你现在还想 将来的路还很长 现在你是青春的萌动 一旦到大了 后悔完毅 我说你母亲知道吗 她说不知道 我说我替你保密 但是你要爱自己 不要有这些的行为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把这个青春的萌动 当成了真的 最后受害的还是自己 别说十几岁的孩子了 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不是也照样 今天换明天换吗 那结了婚 没几天还离婚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好自己 也要做母亲以后 要给自己的孩子 讲好青春的萌动 帮助她度过青春期 只有这样 我们的社会 才能够更进步 更发展 更庄大 所以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 我们的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 如果我们做人 没有做好 基础就没有打好 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基础不牢 房屋的倒塌 因为基础不牢 因为是豆腐渣工厂 那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 如果基础没有打好 将来可能会遗害社会 所以在做姑娘的时候 就要做明白 那么讲到了姑娘这些以后 还有小伙子 小小子呢 所以男女 因为有男人才有女人 因为有女人才有男人 有天才有地 这叫阴阳的平衡 所以讲了半天 姑娘应该如何做了 那么下面就有小小子了 所以王鸿仪老先生说 叫儿子大 儿子应该如何做 所以说过去说 社会的不平衡 女人叫小姑娘 生了个女儿 叫生一个小丫头骗子 生了一个男孩 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实在是不公平 那男孩子为什么老用大 女孩子为什么老用小 所以结婚叫小媳妇 男人就叫大丈夫 到老了 女人叫小老太太 男人叫大老爷们 真的是不公平 所以这个大小伙子 应该如何做 男人是乾坤 男人是乾 女人是坤 所以王鸿仪老先生说 天清地灵 生孩子晒神童 天清就是男人 男人应该如何清自己 那么男人在做大小伙子的时候 大胖小子的时候 你也应该找到自己 应该做的方位 应该做的事 那你应该如何做 男人 你是将来的一家之主 是社会的动量 如果你在小的时候 就没有做好 长大以后 你也挑不起这个脊梁 你也撑不起这个门户 所以 做男孩子 你的责任更重大 你要很好地学习 对于父母 你要非常地尊重 要从中国的弟子规入手 找到自己的行为 要知道将来自己的责任 非常重大 否则的话 将来你娶了媳妇 领导不好媳妇 你是一生痛苦 所以男人是种子 这颗种子 你是个假种子 还是真种子 由你自己去当 如果你是一颗假种子 二十几岁就会夭折 不会到收获的季节 如果你是一颗真种子 你才能在这个社会上 发挥你的责任 做到你应该做的事 要不然的话 将来你成了家 也是很麻烦 会疾病缠身 因为你没有领导的能力 如果一个男人 每天回家都洗衣服做饭 那将来你的夫人 肯定病得不轻 佛山有一个老师 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 我自己冒着生命危险 为你家生了一个儿子 很高 所以回家什么都不做 男的洗衣服做饭 带孩子 最后 这个女的 全身无力 她说在广州 看了很多医院 检查了很多地方 没有问题 没病 她上我们那个楼的时候 是她丈夫背上去的 我一看背上来一个 我说你怎么了 她说我来看病 我看病不是主要的 你先进去听课吧 两天以后 她能自己上楼了 那么她听明白了 她错了 她坐在哪里了 她说我太高傲了 谁都看不起 回家从来不做饭 不进厨房 当她听明白了以后 媳妇的本位 她回去 去厨房做饭 穿上围裙 跟大人说我来做饭 他爱人摸摸他的头 你没发烧吧 你怎么就两天就变成这样 她这以前都是我错了 现在我听懂了 我要下厨房做饭 所以她觉得很了不起 那我在家里 就应该什么都不做 但是她的身体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当她真心忏悔 改过自新的时候 那么原来的她 又找回来了 有了力气 家里也觉得很奇怪 什么人有这样大的威力 能把你说动 当她上班的时候 很多老师和他们的领导 都觉得她在变 然后她用她的亲身经历 去跟老师讲 以前我错在哪里 现在我明白了 所以我的病也好 那么病是人得的 人没做好 越轨了 就出问题了 所以一定要各政本位 各行其道 那么姑娘长大了 就变成媳妇了 到了年龄都要出嫁 出嫁也好 到了另外一个家庭 改了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如何去适应 这个家庭 这个环境 如果我们不能试验 我们的心里 就出现了 矛盾 我们的身体 就会受到伤害 所以适应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 我们不要企图去改变对方 要用我们自己 改变自己去适应对方 互相适应 互相磨合 最后才能达成和谐 家庭和谐 我们的心才能和谐 家和万事兴吗 所以昨天我听一个老中医讲 他说 中国的文化 都是和 中道 他说吃饭都是和 用两只筷子 如果两只筷子不和谐 你吃不到嘴里 所以吃饭也是文化 他说西方就讲打架 上的就是刀子和叉子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去看吃西餐 除了刀子就是叉子 切完了就叉 所以他也就 伤害 打架 中国就要和谐吗 所以我们生在中途 有了几千年的文明 能流传到今天 因为我们有牢固的道德基础 有和 所以我们作为中国人 应该感到很自豪 那么家庭和了 社会 才能和谐 我们的家庭和 是要从双方都能够 久低久下矮下来 才能和睦相处 有一方居高不下 家庭都不能和睦 家庭不能和睦的后果 你的事业 你的孩子 你的身体 你的老人 都会受到伤害 老人忧思儿女过滤 那么他会腿痛 咳嗽 你对老人不好 你的孩子的身体 一定受到伤害 你对家婆不好 你的孩子就会得肺炎 感冒咳嗽 你对丈夫不好 女人的妇科就会出问题 所以 我们都应该和睦相处 所以说和谐社会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从自身的和谐 到家庭的和谐 最后到社会的和谐 那么王凤怡老先生 讲得很有意思 他说自身怎么和谐 说兄弟如手足 如果你想喝水 你手想拿 可是你这个弟弟 这条腿 他不想走 他就不走 你去拿不到 也割不到嘴里 所以当你想喝水的时候 你的手想拿 腿自然跟他 很合作的就去 走过去 你才能拿过来 这叫我们自身的和谐 所以兄弟如手足 兄弟要和睦相处 那在家庭也是一样 如果兄弟不能够和睦相处 家庭就出矛盾 当家庭出现矛盾的时候 老人也受到了伤害 当同事操歌的时候 老人的心就伤透了 所以老人的身体 也受到了伤害 我们的手足 也出现了问题 所以有人会 胳膊疼啊 腿痛啊 鼓鼓头坏死啊 所以中国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吗 我们的国家才得以 几千年的流传下来 西方只有 我们的灵头都不够吗 那么在我们中国流传的 几千年的文明当中 有鲁氏道吗 儒教的是武常 仁义礼之信 所以他讲 男人有男人的德 叫男巴德 男人的巴德是 孝替忠信 礼仪廉耻 那么王鹏一说 男人有巴德 女人也同样有巴德 女人的巴德是 孝顺和睦 慈良真净 所以他里面有真 叫真结吗 女人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男女巴德 各行其道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社会 一定能达到和谐 这是为人之本 所以每一位人 都要按照本和道去行 我们的家道 才能兴旺 我们的子女 才能成才 我们作为为人之父母 就感到了极大的欣慰 所以过去古人说 一个父母的成败 看你的孩子 是不是比你强 那么就是王鹏一老先生 我的太爷 在教育我爷爷的时候 他说我的爷爷 我现在做跌 没有跌倒 因为你比我强 我过去一年 才挣七十了钱 现在你一个月 就挣我一年的钱 而且你 能念书 做到教育局长 我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所以我是成功的父亲 所以他说我做跌 我做得起 我做得好 因为你比我强 我就骄傲 你如果要是想 自己能够不做跌 做跌不倒的话 看你的儿女如何 这是我的太爷 在教育我的爷爷 应该如何做父亲 那么后来 我的叔叔 和我的父亲 应该说超过我的爷爷 我的叔叔是少将 另外一个叔叔 教官 还有的叔叔 是大学毕业 所以 我们应该是 因为老人 教导有邦 而感到高兴 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 应该说超过 我们自己的父亲 和母亲 所以我们做儿女 也感觉到 骄傲 我们的父母 也没有跌倒 所以一个父母的好与坏 我们的孩子 是我们最好的写照 所以王某一老先生说 儿女是父母的 一通活杯 那么我们能不能 做得起父母 全要看我们自己 在做的时候 做到没 做到位 那么就是从 幼小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是否做到位了 所以弟子归里讲得非常清楚 从小如何做 三字经理也讲得很清楚 人是应该如何做 如何相处的 我们能做到这些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自然会兴旺发达 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入手 找回自己 找到本位 那么我们长大了 变成了为人之父 为人之母的时候 我们就要从 为人之父 为人之母 找到自己 怎么找 那么就是 父亲有父亲到 母亲有母亲到 所以过去叫母亲 是慈母 父亲叫慈父 如何才能做到 慈母和慈父 那就是说 父母要教育子女成才 成为社会的栋梁 不要让你的子女 去违害社会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就是做母亲 你在没怀孕之前 你就要做好 你就要去设计好 我将来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 那么我们的孩子 可能就会有麻烦 所以王鹏仪老先生说 我们结婚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人类和社会 我们生而育女 仍然不是为自己 也是为了人类和社会 为了人类和社会 人类的繁衍生息 社会的建设发展 留下非常良好的人根 所以我们在结婚的时候 就要明白 我们为什么结婚 而不是为了自己 一点点动物的本能 要知道我们的责任的重大 所以结婚 生而育女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那么结婚以后 夫妻应该如何相处 有很多人就结婚以后觉得 你是我的了 你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就生气 最后家庭闹成了离婚 多数从此而出 为什么这样说 很多人都说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独立的人 有自己的人格 有自己的独立思维方式 我们大家在一起 既然能走到一起 应该说是很有缘分 有缘才相聚嘛 但是又有一句话说 不是冤家不聚头 我们既然到一起 我们既然到一起 就要把冤家 变成了 缘分 怎么变 互相适应 互相适应的过程 才是 冤家转变的过程 那么适应的过程 你不要认为 我嫁给你了 你就变成我的了 这就错了 所以人格的独立 我们又要有人格的独立 我们又要合作 才能使我们的家庭和乐 而你在这个和乐的家庭当中 茁壮成长 那么家庭和乐 就是土壤肥沃 这棵苗 在肥沃的土壤当中 才能茁壮成长 才能根深叶茂 所以父母是孩子的土壤 土壤是要改良的 是要施肥的 如果不改良不施肥 时间久了 好地 也变成了 严谨地 沙滩地 那么施肥 浇水的过程 就是我们互相 培植的过程 这个过程 就是爱 这个爱 是要看对方的优点 如果不爱的话 走不到一起 所以爱 叫爱优点 没有爱缺点 那没结婚的时候 爱 看到是对方的优点 你才肯嫁给他 为什么结婚以后 就变成了缺点 所以有很多的家庭 出现矛盾的时候 我就要先问他 你当初想什么来着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你看中他什么了 你才嫁给他 他会讲 我看中他是哪一方面 我说那你看中的 给你了吗 给了 但是结婚以后 你的不知足 开始产生了 更多的要求 就出现了矛盾 因为内心的不知足 有一个女的 我就问他 你当初看中他的什么 他说我觉得他为人老实 厚大 所以我肯嫁给他 我说那他变了吗 没变 我说那你现在 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 他无能 不能找钱 这不就是不知足吗 你要的已然给你了 你现在又不断的往上加法码 所以他没有快乐 只有痛苦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 叫知足者常乐 你要不知足 那你就麻烦了 你就苦恼一生 人没有十全十美 但是你偏偏想让他十全十美 就太难了 所以你当时你看到的优点 后来你把他的优点 又变成了缺点了 他太笨了 你要的是实在 是老实 现在你就觉得 他这个老实实在 变成了笨 没有别人那么能找钱了 所以你就产生烦恼啊 苦恼啊 你的家庭就出现矛盾 这其实就是因为自身的不知足 东北有一句话叫 得了屋子想上炕 你本来就想要一个屋子 但这屋子给你了 你还想要一个热炕 一旦有了热炕了 你还想要柜子 这就是不知足 所以就痛苦 知足常乐 你看到他的优点 你永远是高兴的 那么我们看到别人缺点的时候 我们也有缺点 因为你不知足就是最大的缺点 所以他就在苦恼缠身 最后想离婚 我说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你觉得他 无能不能找钱 你想找一个找钱的 将来你找一个找钱的 他也不要你 到时候他就把你也换了 我告诉你 所以王凤仪老先生 在书里有一个故事 说女人的不知足 第一次这个女人 别人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眼睛有点问题 眼皮有点问题 他说我这么好 这个眼皮有问题 我可不能要 那么后来人又给他找一个 变成一只眼 他说烂眼边的都没要 一只眼我更不可能要了 那么第三次 人又再给他找一个 来相亲的时候 是他丈夫的弟弟来的 他一看 这小叔长得这么漂亮 又高又大 他很高兴就同意了 但是成亲的那天 晚上入洞房 他发现这个男的在摸 睁眼瞎 他很后悔 烂眼边没要 一只眼没要 娶了一个双眼瞎 嫁着一个双眼瞎 他非常痛苦 他就想逃跑 但是人家这个家庭 肯定会在外面有准备 他从窗户跳出去的时候 外面已经准备好了 拿着棍子再打他 把他吊起来打一顿 后来这个盲人告诉他 你们不要打了 他既然不愿意就算了 给他点钱 让他走吧 他拿着这个钱走了 走到了外面 很久以后把钱花光了 没有能力了 他坐下来静思 这个人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心地好 他又走回来了 又跟人家和好如初 过一辈子 这个人活到八十多岁的时候 我在东北黑龙江看见他 他说那就是我 我就乐 我说你老人家真的 他说是 那就叫霸刀主任 打霸刀 东北馆这种人叫打霸刀 所以我们的人心 你要知足常乐 你不知足 所以也有很多离婚的 我说你这个丈夫 你跟他离婚了 你再嫁一个 我说你仍然不痛快 他说的 为什么 我说我告诉你 你今天看见他的是缺点 但是他也有优点 明天你找到那个人以后 你在一起相处 你想哎呀 他这点还不如他呢 哦 你又不行了 你又要离婚 所以我就想起来 老杀人书里讲的这个霸刀主任 你第一个 你没结婚以后 你又不知足了 你再找第二个 你拿第二个的缺点 比第一个的优点 你再离婚 再离婚 你再找一个 你再拿第三个 跟第一第二比 你永远是痛苦 我们会让痛苦缠绕自己终身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足 知足才能常乐 那么知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我们一定要找到本位 你才能知足 找不到本位 你永远不会知足 那么家庭的问题 实际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夫妻结婚以后 如果处理得不好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和我们的身体 所以王鹏仪老先生说 人的身体 夫妻问题 会产生到我们身体的腰部 女人的腰部 女人的妇科疾病 男人的腰痛 都会给我们身体造成很大的痛苦 因为夫妻不和 所以我们要想身体 就要像王鹏仪老先生说的 找到自己的本位 男人 你应该有男人的阳刚之气 男人的阳刚之气 不是打人骂人 而是要如何明白领导妻子 走到正确的道路上 女人的温柔 而不是柔弱 要柔和 柔和是水 我们从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嫁到了丈夫的家里 他家有他家的生活习惯 有他的生活的不一样 我们来了 就要适应 适应的过程是改变自己 不要企图改变对方 改变对方是痛苦 改变自己去适应 更不容易 但是我们为了家庭好 事业好 身体好 子女好 就要这样去做 所以要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了 我们才能适应 才能共同生活 我们要用感恩 来对我们的家公家婆 因为有了家公家婆 你才得以有丈夫 你既然爱你的丈夫 就同样要爱她的父母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作为媳妇 你会非常痛苦 你会非常烦恼 所以你的孩子会不听话 你的身体会不好 因为你的孩子不听话 你的身体不好 会给你的先生 带来了无限的麻烦 她的工作不安心 不知道今天媳妇 又要跟母亲 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 会影响到她的工作 所以因为我们一个媳妇 没有做好 把整个家庭 带来了一片混乱 那如果我们能够 做得好的话 王鹏仪老先生说 一个姑娘 在家里能做明白 是贵心 很出贵 那么当你出嫁的时候 你嫁到了婆家 婆家看一个很出贵的姑娘 到了自己的家里 给家里增人天喜 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喜心 所以结婚的时候 大门外面都会贴上大喜字 可是呢 老山人又说了 外面放鞭炮 里面写过单 写的是什么过单 过子单 放鞭炮 娶媳妇了 但是把儿子过季给媳妇了 媳妇会把她的儿子带走 再不管她 所以她说 外面放鞭炮 里面写 过子单 现在的媳妇 不就是如此吗 没到这个家里来的时候 就要先说 结婚不跟你妈一块儿过 老人事多 咱们得自己买房子 我跟你妈不能在一块儿生活 所以就说 外面虽然说娶媳妇了 然后很高兴啊 大喜啊 都来贺喜啊 但是里面已经把过子单 写好了 娶完媳妇以后 她就会把她的儿子带走 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写过过子单呢 应该大多数如此吧 如果不写过子单的话 这个媳妇在这个家里 真的很麻烦 这不高兴 那么合适 早晨不起床 有很多老人 早晨起来 把早饭都做好了 请得起都不起 所以喜从何来 这就是娶了一个 不明白的媳妇 如果娶了一个 明白的媳妇 古人告诉我们 三日下厨房 洗手 做羹汤 结婚三天以后 就要下厨房做饭了 开始照顾老的 照顾小的 何周理 我们能做到吗 能去下厨房做饭吗 有的人结婚很多年都不会做饭 那我们的家庭怎么和睦呢 所以如果我们作为媳妇 娶到家里 做不了媳妇的话 做不了喜性的话 把家庭再搞得不团结不和睦 别人也给起一个名字 叫丧门星 对吧 所以有很多老人说 我家这个丧主星 丧门星 对吧 那我们本来好听的名字 变成了一个非常丑恶的名字 那如果我们把姑娘做好了 媳妇也能做好 到我们老的时候 你自己的儿子 媳妇 女儿 都很好 我们退下来 一样天年的时候 就变成了福星 一福压百货 家庭 就非常和乐 所以老善人说 女人从姑娘这步道 没做好 将来的媳妇 和老太太 都做不好 那么男人 从做儿子的时候 没做明白 你做丈夫 做老头 也都做不好 所以每一个步 每一步 都要从最基础的时候 打好基础 我们才能够 为将来 做得更好 所以家庭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会 遗害下一代 甚至于更下一代 那么作为家庭的伦理道德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明白自己 现在是哪一步 如果是老太太了 就要很安静 所以说老太太老续道 这是老人的通病 为什么 因为他老觉得 他那个孩子长不大 他老觉得 这孩子无能 所以他老要管 那么多的事 但是老人要想明白 我老了 如果我不放下 他们能够学到 更多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要放下 你的儿女 才能够学好 主理家政 那么社会告诉我们 女人到55岁要退休啊 男人到60岁要退休了 你都该退休了 那难道我们到了 家里就不退休吗 我们如果不退休 儿女就长不大 所以你老觉得他无能 你教给他 他才能长大 就像我那儿媳妇一样 念书那么多年 从小念一直念到研究生毕业 哪里会做饭 但是你要告诉他 到星期六星期天 我不管 你自己来 你做什么样 我吃什么样 他才能够 会去做 有一天他做了好几个菜在那里 儿子回来了 今天妈做的吧 不是 是我 你什么时候进步了 我让妈看呢 我就在旁边看 告诉他 所以他才会 他会了以后 我们很轻松啊 他才能长大 你才能放下 所以做老人 你要明白我们老了 很多事情要让他们去 掌理 去管 我们一天吃完了玩乐 都交给他去做 不会的告诉告诉的 就完了 多省事啊 又省心又省事 所以老人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要休息了 到东藏的时候了 我们只有一样天年 交给他们下一代去做 下一代才能长大成人 所以我们人要在家庭当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找到了 我们才能够 把家庭捋顺 家庭捋顺了 各正本位 各行其道 互相不撞车 家和万事兴 身体好 孩子好 家到兴了 那么作为儿子 你娶的这个媳妇 如果跟你的父母 发生了冲突 你应该如何处理 所以有很多男同志也很为难 想想这边是媳妇 说了不爱听 跟你吵 但这边是母亲 生我养我的母亲 我怎么办 很为难 所以我说他是老鼠钻风箱 两头受气 那么就是因为这种男人 没有明白男人道 那么王沐仪老先生说 男人要领妻不管妻 一定要把妻子领在道上 不可以管 管的结果 跟你最后是分道扬镳 怎么要领 要告诉他 如何做人 从做人的角度上 帮助他 那么 怎么样去帮助他 所以男人要立住三纲 那什么是三纲 男人的三纲是性纲无脾气 心刚无私语 身刚无嗜好 把你的妻子领入正轨 要告诉他 如何与父母相处 如何用感恩 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那么王沐仪老先生说了 男人的三纲以外 还说了女人的三重 他说过去的旧社会的三重 是无道理 很无道理 过去是从小重复 结婚重复 夫死重子 他说确实没有道理 那应该有一个新的三重 叫性从天理 身从心从道理 身从情理 天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 从小长大的轮回 你做媳妇的时候 天理就是你应该如何做好 媳妇 做好慈母 做好妻子 这叫天经地义 那么心要从道理 有道还得有理 要服从这个道理 身要尽情理 身这也要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事 上校公婆 中和丈夫 祝夫成德 慈爱儿女 教子成才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丈夫 不能把他的妻子 领导明白 你就不可能成为大丈夫 变成了一个大豆腐 所以男人有男人的道 女人有女人的道 要各正本位 各行其道 找到自己 让我们的家庭和睦 社会安定 家和万事兴 社会自然安定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所以要从自身做起 如果我们能从自身做起了 找回自己了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孩子 自然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所以王凤怡老先生说 儿女不用管 全凭德性感 那么我们的什么是德 什么是性 所以他说 德是做的 道是行的 我们在行了人道以后 自然你会去做德 如果我们行不到 人道上 我们的德从哪里来 那么德就是说 要是自己的父母 别人的父母 都如同自己的父母 别人的孩子 如同自己的孩子去爱 比如说我们走到路上 在过马路 车流人很多 有一个老人在 看他很不方便 我们随手掺一把 这就是德 但是这种事 很少有人做 所以王凤怡老先生说 做男人 别人不做的事 行别人不行的道 你才有德 所以道是行的 德是做的 要去做 亲身去做 你才能有德 你做好了 你的儿女 自然就会跟你学 我们的身教 胜于严教 做到了这些 还愁你的儿女不好吗 所以不要去管 而要去领 去导 去教 去养 去育 孩子才能更好 所以做夫妻道的时候 夫妻如同琴弦 一两个琴弦 悲伤和谐了 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 如果一个松一个紧 就出问题了 所以我太爷说 紧了绷慢了松 不紧不慢才成功 所以夫妻之间 也不可以互相管得太紧 太爱了 他的哪一点 你都要非常关心 甚至于对他有控制 他失去了自己的自由 被你舒服得没有办法 最后他就不想回家了 因为你把他捆得太紧 所以你的先生会离开你 太松懈了 什么你都不问 不管他在外面做什么事 你都丝毫跟没看见一样 他接触的什么人 你都不问 只好他走入下流社会 也是我们的错 所以互相之间 要不紧不慢 不温不热 才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 家庭才能和谐 儿女才能兴旺 所以夫妻如琴弦 要想和谐 不紧不慢才成功 但是很不容易 讲得很轻松 做起来太难了 但是要是不讲呢 就更难了 所以讲完了以后 大家能够有一个理解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去适用的话 应该有一点点收获 当你有到收获的时候 你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很多人因为 明白了这些以后 他的家庭的改变 夫妻之间矛盾没有了 孩子听话了 他会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会来找到我们家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我说好就好啊 只要你听了能去做 起到一点作用 你就会有收获 所以他就非常高兴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呢 而且我们要坚持 做下去 你的家庭才能够非常非常的和睦 很多人的孩子不听话 听懂了以后 孩子听话了 丈夫也不在外面 也回来了 那些赌钱的也不赌了 非常高兴 我们在小岛 有一个抽大烟的 洗牙片 还骗人钱 本来劝好他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 他知道他有这么多的缺点 他仍然嫁给了他 他说我相信我的能力能改变他 经过了小岛 爱心家庭的帮助 这个男的真的改变了 他也很高兴 等他回来以后 那些人又来找他 他又从蹈覆辙 后来听说我去小岛 他就来了 那天我很不客气 骂他一顿 我说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人 他嫁给了你 再帮助你 现在先撇开你的妻子不说 你毁坏了身体 对父母是最大的不孝 所以校经理讲 发腹之躯受之父母 不可以有任何的伤害 你去抽那个 我问他 我说你吸完了以后 那种感觉很美妙吗 他说我跟您说不是美妙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吸 我说你真的对不起 天地对不起父母 天地给我们的心 父母给我们的身子 地府给我们的命 那么你的妻子 顶着那么大的 历来的东西 勇敢地嫁给了你 可是你现在又负责 你对得起谁啊 后来他说他 这次一定改 我改不改在你 说不说在我 我今天都跟你讲明白了 后来我罚他 他接受惩罚 我因为你不够人 你看到你的这个临产的妻子 不可怜吗 哭得跟泪 他的家庭父母 他都不敢讲 他嫁给一个这种人 那么王沟怡老先生说 一个女人能够下嫁给一个 别人不要的男人 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所以我才问他的妻子 你结婚以前他是这样吗 他说是 但是我相信我的能力 一定能改变他 我想把他帮助过来 所以他一直让他跟我们在一起 跟小懒爱心家庭的人在一起 跟正常的正道的人在一起 要想把他挽救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了不起 但是他不敢跟家里人说 肯定父母不同意 我说那不用说你的父母 要是我也不愿意 肯定不愿意 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 那不是推到火坑里去了吗 对吗 所以我说你的父母不同意 肯定我也不同意 但是他 说我想用我的爱感化他 可是这个人也真不争气 别人他回来以后 戒毒回来以后 帮他找了一个工作 最后他可恨到什么程度 去帮着人家公司老板上外面去收钱 他把人收的钱全部拿到外面 又去仇 气死人不 我说就你这样呢 我说你死了不得了 最后他又回来忏悔 我说可一可二不可三 这一次你如果再是这样的话 绝对给你送到监狱里面去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 能够挽救 所以我那天重重地罚他一回 如果不罚他 我相信他不会改变 我罚他去跟天地忏悔 不够做一个男子汉 没有自立的能力 所以作为男人 也要知道自己的责任的重大 是习夫道习夫道 细研究物要早 性柔和物烦恼 养亲教子你有责 祝夫成德家庭好 功果圆满有福报 子孝孙贤养你老 所以我们看作为一个习夫 有多么的重要 那么如果我们习夫没有做好的话 我们刚才上午讲的是 如何影响到了下一代 那么对下一代的影响是非常的重要